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龙的传说 当然这只是传说 然而一些长辈却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 甚至他们亲眼目睹过 网络上还流传着银口坠龙之类的故事 您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吗 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然而近日一个视频显示 真的似乎有某种灵性的生物在云城中快速的传说 那么它真的是龙还是某种外星生物 或者是一个恶作剧呢 底特律湖是一个位于美国明宁苏达州贝克县的都市 底特律湖以兰的格拉韦湖有一个乡村云地 该乡村云地由托特米切尔和他的妻子拥有和经营 9月20日著名的风暴51区突袭之日 天气转阴 暴风雨肆虐 夜空中充斥着雷电交加 米切尔被雷电迷住了 试图用手机拍摄雷电的短视频 重新观看他拍摄的镜头后 他注意到闪电击中地面后 似乎有黑色的条状物腾空而起 时而在天上飞舞 时而又消失 这到底是什么 他的形状似乎是被风吹散的物体 使他看起来比实际更大更神秘 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 空中奇怪的东西又飞回来了 看起来这个奇怪的物体 好像他穿越了云城 米切尔无法解读这个神秘的生物是什么 因此他决定四处询问 他将拍摄到的视频发送给 众多的媒体渠道和新闻团队 希望他们能够传播这个视频 有人出面帮助确定这个东西 于是当地的电视台真的播出了 他是中国人传说中的龙吗 他的动作非常矫健 具有智能化特征 速度极快 此外当天正是风暴51区的日子 这有点巧合 更巧合的是拍摄者的营地 在底特律湖商会编号为51号 这并不是孤立 因为历史上拍摄过类似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2018年4月 一位名叫卡瓦甲的拍摄者 在智利科金泊地区 温特劳肯地区巡视时录制的 录制完成后 他迅速跑去寻求帮助 科金泊是智利科金泊大区的港口城市 是一个工业和航运中心 温特劳肯在其南方 视频中UFO灵活的犹如蝌蚪 最终进入了母舰 2018年9月23日大约在15点30分 一个清晰明亮的布林飞行物 有几个人看见 盘旋在第三个牵连史字架附近 视频中光球还冲向了拍摄者 可见智利科金泊经常出现这种灵异之物 回到前面 哥拉维湖真的有什么灵异之物吗 古代传说中 湖水、深潭都容易潜伏龙和胶之类的神秘生物 如果是真的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地点 出现特殊的事件 还真有点吻合中国人说的天人感应 这似乎表示说要发生点什么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